新美食新莊一出廣場前 過年造景日前半夜遭到一群年輕男子破壞 不但狠踢地上的物品玩鬧嘻嘻 惡作劇當有趣 警方發現這五個人久後離開KTV 因為等車無聊 看門口造景擋路就搞破壞 也被依設為法送辦 商場前廣場物品散落亂七八糟 一群男子大半夜玩鬧嘻嘻 盡力火速到場關切 身上明顯有九位一群人玩得太嗨 破壞商場前的過年造景 通通都被帶回警局 來不要一直亂走 來站進來全部站進來 新美食新莊一出商場 日前有一群年輕人剛唱歌喝了酒 正要搭計程車離開時 疑似喝得太多又玩太嗨 看到門口過年造景出腳亂踹 把物品弄得東倒西歪 民眾發現立刻報警 巡弱員警經過也火速呼叫支援警力 現場帶回四人 調監視器發現還有一人 先離開警方隨後也通知人道案 而巫人公稱當時唱完歌要離開 因為門口過年造景 擋道路才會故意破壞 燈籠啊可以掉啊 都被扯下來都破壞掉啊 重回事發地點造景只剩一邊 損壞部分都已經撤離 商場雖然不提告 但警方還是依法將人送辦 警巡後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68條第一項第二款送辦 荒唐薩渡動手破壞 因為神不知鬼不覺 但舉拖三尺有監視器 一舉一動無所遁心 借龐的預章是奎姓被報道 哪有還好嗎 你還好嗎 怎麼啦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帶點淨